Ruby 頻道 歡迎打開Ruby 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姊就是美 I feel pretty 由單身啪啪啪的編導組合 Mark Silverstein Epicone 指導編劇 並由近年當紅的女諧星 演過姊姊愛最大 Amy Schumer 主演 一同演出的配角 還有全方位不可思議的 Michelle Williams 劇情敘述在紐約 一位對自己外表沒有什麼自信的主角 在健身房的一次意外之後 她突然間對自己的外貌整個改觀 她眼中的自己 就像是Giselle一樣的超級靈活 擁有夢寐以求的天使臉孔 還有魔鬼身材 等一下這句話超老派 而因為改變的是她看到的自己 身邊其他人看到的她 都還是原來的外表 而造成了很多的笑料 不過也因為這個改變 她對自己有了一個 180度完全不同的想法 這是一部我想要好好推薦的電影 雖然它不是一部多高分多完美的電影 也就只是一部概念型的奇想喜劇 類似男人百分百 突然之間主角會聽得到女人心中的聲音 或是情人眼裡出息時 主角被催眠之後 看得到的都是內在美 由Tom Hanks 主演的《飛進未來》 Bick 講一個小男孩跟機器許願之後 突然就變成一個大人的故事 解救是美 除了她的概念之外 她令人發酵的力道也很強 而且不只是會讓你發酵 有好幾次我都被主角的處境 或者是行為給深深的打動 簡單來說 這是一部讓我很有感覺的電影 它會碰觸到我內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在這個看臉的時代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大的壓力 我想大部分的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定會因為自己的外在條件 或多或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吃門虧啊 或者是喪失了一些原來有的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想你真的很幸運 雖然我自己是一個在鏡頭面前露臉的人 但真的 從小我都是對自己的外表 沒有自信的那一種人 我也的確沒有一張 可以每天把自己帥型的臉對吧 我就像是這部電影的主角一樣 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擁有別人的外表 心中對自己的模樣是極度缺乏自信的 等到我後來長很大了才比較好 而這部電影的劇情其實是想要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覺得自己漂亮好看 無論有多少的人會用你哪來的自信啊 這種眼光判明 但你只要對自己有自信 甚至不用覺得你自己是好看的 便可以讓你這個人充滿很大的魅力 在解就是美這部電影裡面 雖然也有分成長得好看的人生勝利組 或者是主角身邊的乳蛇朋友 但你細看為了要凸顯主角 還有凸顯我剛剛說的這個主題 他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對自己沒有自信的人 也就是在講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每個人身上都是有缺陷的 長相是缺陷 體重是缺陷 個性必俗是缺陷 娃娃音是缺陷 家事背景也是缺陷 我們能不能不要被自己的缺陷給困住 似乎才是這個故事最重要的訊息 我最欣賞的就是這部電影 他沒有給主角配上一個白馬王子 只是在一連串精彩的故事之後 這個收尾真的太簡單了 太輕率太容易了 把前面還算精彩還算深刻的鋪陳 給有點搞砸了 Emmie Schumer的表演 絕對是這部電影非常重要的資助 沒有他這個演員 就會顯得這部電影沒有那麼的成立 他有點像是剛走紅的Emma Stone 常常飾演醜小鴨的喜劇角色 當然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 他有他的招牌 絕對算不上是標準身材的外在 開朗的個性 以及毫不在乎的黃色笑話 他勇於自嘲的形象 可以說是這部電影的靈魂 然後什麼都會演的Michelle Williams 在這裡再一次展現他的全能演技 會演夢露 會跟修傑克曼唱歌跳舞 這都不算什麼 延期喜劇來也是沒有在客氣的 除了在這個角色身上的特殊聲線之外 我一直被他那個刻意矛盾 然後尷尬的表演給樂到 結局是每次一部我個人很喜歡的電影 就算有一個很糟糕的結尾 我還是沒有辦法討厭這部電影 他在講我們現在生活中很重要的自信 以及自信所帶來對生活的掌控權 接受你自己原來的樣子 包含你的缺陷 包含你任何不美的地方 都不應該影響你對自己的想法 特別推薦給曾經還有現在 對自己的外在沒有自信的你去欣賞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